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为大中锋 我们来看这球怎么没盯住它呢 摆脱的也很好 关键毕竟河南队五轮不胜了呀 好球 这球普斯林过得不错 泽尼奇在跟 也没停好 这个球 右路 看叶里江的传宗质量 太靠近门将了 这球拿的还可以 杨米扬给到左路 杨米扬给的可以 看杨米扬直接选择了一条打门 对 他其实完全可以再往中间传一下 没错 太靠近门将了 杨米扬给打下来 冯伯源 反击 没人 就这两个人 反击 杨米扬上来了 纳萨里奥 这是好机会 看冯伯源把握住 冯伯源 这球没打进呀 这是上不场比赛 他们一直等待的 防守反击的机会 他第一 这下就该射 他不要再等了 因为什么 他再等一下 角度就越小了 他又等 而且他这球应该拿脚轰 其实这球就拿正脚背去冲 六路 李松毅 李松毅直接起球 传宗 后点 杨米奥 假动作 再起 点不错 投球 阿奇姆鹏的机会 一点没有拿呀 直接选择打门 没有过人墙啊 再挑起来 没有机会 周元德的射门 还在混战 因为我这球还没有打出去 周元德再补 这球应该进了 进了 进了 漂亮 社团队终于进球了 这球最后开始谁碰的 是不是阿奇姆鹏碰到的比球 进去那一通混战 周元德 但是大家都过来向周元德庆祝 那这球应该是阿奇姆鹏 我估计碰到的时候 球已经进了 先来看 一下打到人墙上 这个没什么问题 挑这一下 也没关系 这一下射门 再打出来 再来 最后这一下 防守队还碰到了 这没问题 这没问题 这个球应该没问题 是 你看这下最后 这是廖磊 还碰到了 碰到之后呢 球还是进了球门 他可能就是说这一下 就是说要看这一下对守门员有没有冲撞 就黄子昌这一下 对吧 但是我感觉这一下守门员是没有拿到球 迈达纳 漂亮 这球给的水平高啊 看阿奇姆鹏好机会 阿奇姆鹏能不能得分2比0 阿奇姆鹏也开5了 但是这球是不是越位了 务理裁判举齐了 我们一会儿要通过曼镜来看一下 这球是否有越位 中尉麦达纳直接一脚平抽球的长篇球 那通过曼镜看一下 这球应该是越位了 这下 这下应该又应该越位了 是 哎 能不能顶过这 作为河南队来说 能不能顶过这一波攻势 还是战术角球 普斯林 哎 没人上呀 这球 是 瞄着船 这个球进球了1比1平 这个怎么能这么防守呢 南童之云翻评了比分9号 哥迪内斯打击了个人的南童之云手球 这个球 河南队的防守应该说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 不是 这个能让这个 角球战术发出来没人管 对 那这个球我们看防守都没什么 没人上呢 第一时间这球 这个边缝是谁啊 阿奇姆腾也不上 徐浩峰也不上 两个人都瞄着 不 这球作为徐浩峰来说 第一时间你肯定要靠上去 必须得顶 对啊 你在这 他一直瞄着看着 这个球门见徐家敏没什么办法 顶的质量足够高啊 而河南队呢 这场比赛丢球之后呢 我们之前一直介绍过 这场军的两个丢球 先看这下又来了 麦达纳 而且常常有丢球 这场比赛呢 还是没能力保打门不失 打看这球啊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马塔利奥左脚 直接选择了打门 他是想 哎呦有脱手 但是还好那二点 这球反应的还是比较快 哎 杨明杨给到马塔 右路 江泽雷的拉边 塞身后塞的可以 还江泽雷的传中 麦达纳一点 外卫还有左脚再来一脚 看看角球 前点 点不错 后点还有机会 哎呦 这个球又是周元德呀 周元德差点错失了这个绝杀的机会 这个球 战术应该说打出来了 但他后边这下没有顶上力量 这还是防御队员蹭了一下 他这球呢 想顶远脚 这个进脚也可以考虑 中路就一个队友啊 进攻人 这会儿南东队云进攻上的人也不够多了 好 没了 这时候复明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 最终 双方是战成了1比1平 格南队仍然没能获得赛季的首胜 六场比赛了 球队呢 四评 两复 球队 就会唱功夫 对了 触吓老子 这时候再说 weighted球队 只会出了 你死了 只会把 Ekip